OK,我们刚刚算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发觉你整个的transition rate 除了你能量一定要吻合这个能阶差之外 有个很重要是前面这一项 因为这个能量你可以调嘛 我再调到你这个能阶差就好了 我们总是以为能阶差吻合了 它就要transition上去 但事实上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个又不是常数 这个是depends on这个式子跟前后state的interaction 所以说这个数字是零或不是零 就牵涉中的 OK,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基本上selection rule的来源 为什么有些诠释性它可以进行 有些诠释性它不能进行 原因是为什么 就因为前面的这一项 OK,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前面的这一项我们要如何来看待它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都只是举一些例子 OK,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 OK,OK OK,for the electric dipole transitions 那我们就来看看 那我们就来看看 既然呢,我们这个要是吻合的时候 什么时候它根据transition不上去 什么时候可以transition 那就depend从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好,好 它可以等于0 whenever equation 4 equal to 0 OK,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下 看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办 什么时候它会等于0 就是当这个 当这个等于0的时候 好,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今天我们眼光呢 回到我们来看hydrogen 氢原子 那氢原子呢 它的每一个state OK,我就先不想写 因为它有三个index N,L,M 对不对 它会有这三个index 这是第八个词 这是第七个词 第七个词是刚刚那个 这是第八个词 所以我们呢 从这个开始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会怎么样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边的e.p 也就是p呢 要followe的方向 对不对 或者是efollowp的方向 管它的 你这么想都可以 反正投影来投影去 OK 然后之后呢 这个e呢 是你外面给的 除了 对不对 这个词是外面给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提出去 对不对 那最后剩下p 那我们呢 来看看 The metric element 假设我们眼光是集中在 p的这件事情上面 OK 因为1呢 只是个常数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我写在这边 假设你从一个 假设先看px好了 你从这个px 经过electric dipole trancytion之后 我们是看其中一项 我们把它从px trancytion到px plung 那么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那么它会等于 e r sinθ cosin phi 对不对 我们这样求坐标嘛 所以你的p本来就是er 然后呢 求坐标 我们要是这个r 那么你一定是先把它 投影在θ sinθ phi 然后就变成x 对不对 所以是sinθ sin phi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把nlm呢 全部都把它带进来 e呢 是常数提出来 r会跟nlm里面的n作用 OK sin呢 会跟l作用 再乘上一个 phi呢 会跟nm作用 OK 所以很快的 它就会变成为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会有第一个小作业 请你证明一下 这个 在轻易原子冷戒的状态下面 它可以变成这个 这一个 它可以变成这个 OK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metrics呢 除非这两个相等 否则它一定等于0 一定等于0 重视你能量的刚好等于这两门能戒差 你照样没有transition 什么时候会有存视线 当它吻合这个条件的时候 假设有个px作用在这个地方 当然啦 你就可以继续地算了 py OK 一样化呼噜 那么它就可以变成什么东西 e npline 我们发觉 基本上很像 OK 还有一个pz 抱歉 抱歉这是成 我们就得到这三个试子 我们有第九个试子 第十个试子 第十一个试子 不过我们仔细看呢 假设这个是没有px 有px你就要注意你的方向哦 没有px的状态下面 你看看L呢 这三个状况一进来 Lpline more time 一定要等于起初t 正负1 OK 也就是说这边告诉我们 deltaL一定要怎么样 正负1才可以 但是m呢 对px 跟py来讲 m都要等于什么 deltaM要等于正负1 但对pz而言 deltaM等于0就可以 所以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selection rule ok我将几个写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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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是这个式子 那么 对于刚刚的那个 假设我们考虑 没有spin的状态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selection如果是delta也要等于正负1 对不对 它全部都存在 delta m呢 要等于0或者正负1 这样子它才有transition 假设你把spin带进来 那你也知道 L呢 跟S本身要有LS coupling 对不对 它要形成一个J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得到一个J 用同样的算法 但是呢 J等于0到J等于0的transition呢 是不允许的 delta m 要等于0 正负1 但是呢 m等于0 m等于0 m等于0的transition 而且这个时候是当deltaJ等于0 的case下面呢 也是不允许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 代表 OK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请接着本来是要讲一个quotropor 我想quotropor先不讲好了 我们来讲一个magnetic resonanc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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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也就是指的是什么 Magnetic Dipole Transition OK 这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描述 你就知道 对一般的实验而言 我们是这样子进行的 我们先在样品上面 先加一个电磁场 那我们知道 假设加一个电磁场 你所有的跟磁有关系的 就是Magnetic Level 就会被分裂 对不对 假设你是得到个J等于1的 那MJ可以是什么 10-1 那你这个State呢 再加个磁场 它就分裂成3个State 磁场越大分裂的越开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它就告诉我们说 For example J等于1 那么它告诉我们MJ呢 会等于10-1 所以我们要是说 这个是能量 这是J等于1的State 这边是外加磁场B 那么它就会分裂 OK 你磁场越大了 分裂的越大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同时间呢 我一个 AC Electric Field Is Applied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就会产生什么 Transitions Between these Levels OK 它就会在这边产生Transition 比如说 我要是加到了某一个磁场 然后我刚好有一个 电磁波的能量进去 就又刚刚好吻合了 它的这个Selection Rule 我可不可以从这个 跳到这边来 它就会产生吸收 OK 或者是从这个跳到这边来 它也会产生吸收 有没有可能这个跳到这个 不可能 因为ΔM它要等于2 目前没有 除非是Quadopo 4级的 而不是O级的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状况 那我们呢 加上去的时候呢 比如说 长场这个电磁波 是固定的 你知道吗 所以它的频率啊 一般而言呢 大部分都是 分成几个频率在做 比如说 我们要讨论的是Nuclear Spin 原子核的Spin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加的频率就是RF 就是用什么 RF RF是什么 就是高周波 无线电波 Radial Frequency OK 那最便宜的 像我实验室常用的 13.56MHz 有的人呢 可以买好一点 60MHz 100MHz 不一定 OK 那长场这个是固定的 另外呢 假设我们探导是Electron的Spin 那么我会用什么 Microwave 用微波 把它打进去 假设我讨论的是 Electron Electronic Orbital Transition Orbital 跟Orbital 当中 哇 这个能量更大了 就用什么 Optical 可见光 打进去 那我们一看 就是光子的能量 越来越大 你在一个能力 大的能力当中 跳跃 这个能量是很大的 可见光的光子 比较大 假设只是E的Electron的Spin 就相当于这样 这样分裂的量并不大 所以我们Microwave就可以了 OK 那Nuclear Spin呢 就用什么 RF 它的分裂的更小 OK 那么这是我们用 更小的光子能量就可以 OK 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idea Hermittonium Magnetic Transition 就可以写成什么 OK 我们先这样子写 OK 其中这样一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成两项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成两项 OK 虽然说我们这边都是写一个B0一个B1 你就知道B0就是固定的长 有方向线 B1呢 就是指电磁波 OK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Aption OK 我想我们先这样子写 应该没有关系 因为电磁波里面呢 还是有B 还是有B长 OK 好 好 那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假设我们这个B啊 就把它想成它就是B0 然后在Z方向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Hermittonium呢 的前面两下 也就是这一下 我们可能有个H0 对不对 再加上第一项 这个 不就是指H0是什么 假设氢原子就氢原子能接啊 这个呢 我把它放在磁场里面 是不是它某一些就要开始分裂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前面这两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固定的 没有什么 受到Perturbation影响的 我们把这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Zmanifed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当作没有Perturbation 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么解了 后面这个杂七杂八这一项呢 放在这边 所以后面这一项呢 我们就叫做Hermittonium 这个呢 就叫做Hermittonium 已经知道了 所以呢 它的解呢 马上就可以知道 它的解就是什么 JMJ 我们用它的解来表示就好 那现在问题是 这个是等于什么东西 不知道 对不对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把这个 以前我们在讲这个时候是说 前面是没有围绕的 然后加之常这个变成围绕 反正我已经知道它怎么解的 我就把这整个叫做没有围绕了下 Unpered P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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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ittonium 那它的Igonfunction呢 就是它 那么它 就是我们的Perturbation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边有CosωT OK 所以呢 而且呢 事实上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G啊 它是KSP Scaler 对什么东西 Scaler 我应该写过来 对一个自由的 或者是G 几乎是自由的原则而言 这个G呢 只是个常数 我们以前学的都是个常数 但是对一个材料里面呢 它是一个什么 Tensor 或者是Ions 在金格里面 那么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H1 我们可以写成怎么样 记得 我们那时候写有这个瓜糊的这一项 就是把时间像去掉 因为时间像在这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这个呢 就写起来 大概就可以写成这样 OK 这样子就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要来做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 我看看 这个是外加磁场 这个是电磁波 所以假设呢 我们有个材料在这 我外加磁场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外加磁场 所以这个就是Z 我已经规定了 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把Z 随着外加磁场 方向来设定 OK 那我们呢 这个B的方向呢 你的光线一定要从某个方向进去 对不对 所以假设我是从这边进去 电磁波进去 那么我的震荡呢 可以是Z方向 可以是Y方向 OK 好 或者是我看看 好 沿着Y进去好了 然后呢 它会在X上面震荡 对不对 这样震荡就是这样 然后我这样打到这个材料里头去 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把这个保留 好 管它了 把它弄掉 这个也保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写成大概事情 假设呢 我们记忆比较简单 它只是个Constant而已 OK 这只是为了什么 简化的时间 OK 为了简化 那么这个时候 JX呢 我们知道 它可以写成怎么样 J正 J幅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们从头开始看看 我们来建构 这是第一个式子 建构到 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二个式子 建构到第三个式子 这个是我们第四个式子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再把它带进去 就会写成2π over h bar g mu b v1 over h bar 平方 F0 这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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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 这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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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这样 那这一看就知道 因为这一阵是怎么样 这一阵你是把这个 升一阶 所以这个一定是吸收 对不对 这个呢 把它降一阶 所以这个一定是怎么样 emission 所以这样一来呢 absorption 就可以写成 π over h g mu b b1 平方 g mu b1 g mu b1 g mu b1 这边要平方 g mu b1 加上1 它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吸收 OK 然后这边就可以告诉你说 他们两个人的j呢 一定要吻合什么 delta j等于 正义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 再来我就写在上面这边 induced emission 它就会得到这样子 一个transition rate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 delta j 正1 delta j OK 好 很简单的 今天讲到这边 游体棋底 exercise 18.2.2 除了我们刚刚要各位证明的那个之外 另外一个homework 是不是 18.2 写错字 这个蓝色笔还是少用比较好 OK 18.2 好 今天就上课 上到这边 有问题的到前面来 好